嗨,科普拉,我是闪电哥,今天我们讲人类登月 说起登月,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我这个激动,我这个自豪啊,不言乃律 1969年7月21日,阿波罗11号成功登上月球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次完成了人类登上月球的壮举 并留下了一句名言,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却是全人类的不大步 不都说这是假的吗? 是吧,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 刚才说的阿波罗11号登月,那已经是50年前的事儿了 50年的科技高速发展,跟1969年相比,现在的科技那真是天差地别 现在的科技如果想再次登上月球,那应该是小case了 但令人不解的是,在后来这些年底,人家再也没有去过月球 于是就有很多人开始怀疑,难道当初美国登月,这事儿是忽悠人的吗? 从当时的背景来看 我知道,是冷战时期嘛 对,当时正处于冷战时期,美国和前苏联搞军备竞赛,那是搞得吓死个人啊 两个国家的核弹头库存总量,竟然达到了全世界的97% 美国为了从经济上拖垮前苏联,于是向太空发展,所以在这种紧张的竞争环境之下 美国撒个小谎也是有可能的,啊不,应该是弥天大谎 因为它欺骗了全人类啊,当时美国登月是向全球直播的,大概有6亿人观看的 基本上有电视机的,都看了,但是呢,在整个登月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事情 就是在直播过程中,突然信号就没了,而且整整持续了两分钟 而这两分钟呢,后来也成了人们谈论的焦点 大家都在猜测,这两分钟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按照美国的说法,当时这个电视转播信号,是先从月球传到澳大利亚 再从澳大利亚传到美国,再由美国传到世界各地的电视台 这么复杂 对啊,当时有很多无线电脑发烧友,他们就拿自己的这个设备去窃听这个信号 结果呢,很多人接不到信号,于是他们就怀疑这个信号的来源 而当时负责通讯的这个人,他就证明说 阿姆斯特朗当时把这个通讯信号切换到了医疗频道 而这个医疗频道呢,就是宇航员与医生之间通话用的 比较隐私的一个频道,是不会向大众公开的 当时阿姆斯特朗,他就突然说 什么,那是什么,地面站就问 怎么,你看到了什么 阿姆斯特朗就说,好大,真是不可思议 有别的宇宙飞船在火山口附近 好像他们看着我们这边,是圆排型的 那么是不是阿姆斯特朗突然切换了医疗频道 说了上面这些话,以至于通讯中断了两分钟呢 有这个可能啊 对呀,当时阿波罗11号邓越 除了阿姆斯特朗之外,还有一名宇航员 叫做爱德林 爱德林后来也正式说 其实这个阿波罗11号在飞往越前的时候 他们曾经目睹过两次不迷飞行物 这个爱德林是宇航飞船的驾驶员 第一次只有他一个人看到了 而第二次,三个宇航员全部看到了 一个闪着白光的东西一直跟着他们后面 这也可能导致是通讯中断两分钟的原因 后来阿波罗11号并没有降落到原计划的那个降落点 他们降落在了一个离他们原定降落点非常远的地方 这个改变造成了他们的燃油几乎耗尽了 差点就回不来了 其实早在1974年的时候 就有人怀疑 美国登月它是忽悠人的 当时有一本非常著名的书 叫做《我们从来也没有去过月球》 看过这本书的人 大家都觉得美国登月是个骗局 甚至还有人提出来说 美国登月其实就是提前在摄影棚里拍摄下来的 到时候就放给大家看 后来在1978年的时候 又有一部电影上映了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摩羯星一号》 讲的就是人类登陆火星失败了 于是就在摄影棚里拍了一个假的登陆火星的视频 然后欺骗了全人类 其实这个电影呢 就很有影射美国登月是个骗局的这个意思了 这个电影没有被禁播吗 嗯好像没有禁播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他们都觉得美国登月是个骗局 那么上面都是猜测 有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呢 其实呢很多怀疑美国登月是骗局的人 就找到了一些证据 在阿姆斯特朗登月的时候 他插了一面美国的国旗在月球上 是吧 这面美国的国旗呢 看上去迎风飘扬 就有人说这不可能啊 因为月球的表面根本就没有空隙 没有空隙就没有风 没有风怎么会迎风飘扬 拉萨就解释说了 月球上确实没有空隙 也没有风 但是他们的那个国旗 是有一根树着的棍子 和一根横着的棍子支起来的 他们插国旗的时候 要往地下那个钻嘛 然后就导致国旗抖动 抖着抖着就带动了这个旗子 好像是在飘扬嘛 哇 这样说也行 而且就是因为月球上没有空气 没有空气就没有阻力 这个抖动的时间就更长了嘛 匀速运动嘛 对啊 就不会受到什么摩擦力 空气阻力的影响 就一直在那抖 看上去就像是迎风飘扬嘛 按理来说 月球上只有一个太阳这么一个光源 但是呢 从这个画面上看 好像有很多光源 所以导致影子好像有点模糊 鱼航员的面罩上 也反射出来了一些其他的光源 就感觉像是在摄影桶里 打出了多处光源一样 拉萨就说了 其实大的光源只有太阳一个 但是我们周围有很多设备呀 这些东西都会反射一些光 而且飞船也投射了大的光源 宇航员的宇航服上 本身也有光源 所以看起来 有多处光源是很正常的 这确实说得通 是吧 这个解释听起来 好像也很合理吧 按理来说 月球上没有空气 没有空气就没有云 没有云的话 就视线不会受到阻挡 应该看到满天的星星呢 对呀 怎么一颗都没看到呢 拉萨就说了 因为太阳照在月球的表面上 太亮了 就像我们白天看不到星星一样 当时是月球上白天登陆的 所以看不到星星 如果是月球的晚上 你还是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的 登月计划采集回来了一些 月球上的岩石 拉萨经过分析后 他公布了这个分析结果 说月球上的岩石 跟地球上好像也没啥区别 没啥区别 你信吗 这怎么可能 是啊 我也觉得不可能 很多人就开始质疑拉萨的说法了 这个月球上的东西 怎么可能跟地球上是一样的呢 你根本就是没去过嘛 都不知道来弄来了几块石头 对于这个问题 拉萨竟然保持了沉默 这回没啥理由解释了吧 是啊 所以拉萨也不解释了 意思就是说 他们是长那个样子 确实差不多 我也没办法呀 看到这块石头 我就呵呵了 哈哈 你也呵呵了是吧 大家都呵呵了 有人就说了 这明显就是拍摄道具啊 是不是拍的时候 忘批掉了 但是也有人说 颜色长什么样都有可能啊 上面有个纹路啊 裂痕啊什么的 看起来像C啊 都很正常啊 这么多人质疑NASA 于是NASA就发布了一个铁证 说我们肯定去过月球 月球上有富贵反射器啊 是我们登月的时候放在上面的 它是用来精准测量地球和月球之间的距离的 就像是一个反射板一样 地球发射一个机关过去 从那反射回来 大概就知道距离了 NASA还说 我们在上面还有好多设备呢 这些东西可以后期发射上去吧 对呀 很多人也这么说 于是双方就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 一直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其实呢 人的登月总共有六次 这么多 都成功了 都成功了 只是很多人只对第一次登月有印象 因为它全球直播了嘛 以为就登月过一次 其实一共有六次 1961年5月25日 美国肯尼迪总统向全世界宣布 实施宏伟的载人登月计划 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 从1961年到1972年 历时11年 总共发射了七次登月飞船 就是阿波罗11号 12号 13号 14号 15号 16号 和17号 只有一次失败了 肯定是13号 你怎么知道 13不吉利呗 真被你说中了 阿波罗13号发射出去两天 氧气怪就爆炸了 三个宇航员 全部就躲到了那个登录舱里面 关闭了所有的设备 保存他们的电力和氧气 靠仅存的那么一点点的电力 成功返回了地球 并没有造成什么人员上路 而且剩下的六次登月都成功了 而且一次比一次成功 第一次登月 只是在上面踩了个脚印 然后插了一面旗子 后来甚至都把汽车给弄上去了 就直接在月球上面开车了 多happy啊 而且一开还开出去几十公里 采集了好多好多的延时标本回来 哈哈要是这个也是摄影棚拍的 那美国拍摄技术真的是厉害呀 哼这个也有可能是吧 没看到别人美国好莱坞 电影特效一直领先全球嘛 那还有别的国家登月吗 就只有美国 对只有美国 因为当时的登月计划 技术要求又是高的离谱 实在是太烧钱了 全苏联为了和美国竞争 被迫投入巨额资金 向太空发展 结果经济被拖垮了 甚至导致苏联解体 其他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去登月 为了证实人的确实去过地球 拉萨就发射了一颗 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 飞行器在2011年的时候 围着月球进行了超低空的飞行 拍回了很多的照片 在那些照片上 我们就可以很清晰的看见一些 当时月球车跑过的一些轮胎的痕迹 甚至还有当时插的那些旗子 还有踩的那些脚印 为什么月球上的痕迹 经过了这么多年 还可以保存呢 因为月球上根本就没有空气 没有空气就没有风 没有风就不存在风化了 所以这些痕迹一直保留下来了 反正拉萨说 我彻底就证明了 人类真的去过月球 好了 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认为前面全部都是瞎掰的 美国他就真的去过月球 那么我们回到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上 为什么过了这40多年 人类没有再次登上月球 以现在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话 再次登上月球应该是小case吧 如果这40多年来人类在一直不断的研究发展的话 到今天我们到月球上去旅游甚至都有可能了 那美国呢在这个问题上他也回答了 美国就说了其实不是不想去登啊 只是登月太花钱了 就当时这个阿波罗登月计划就花掉了美国255亿美元 这255亿美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折合到今天的美金 那就是1260亿美金 当时参加工程的有2万家企业 200多所大学和80多个研究机构 总共人数超过了30万 但是也有人说了 以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啊 应该比以前要花的少很多啊 美国又说了 这不仅仅只是钱的问题 因为现在没技术了 当初那个登月的技术已经被完全销毁了 谁信呢 这话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旅行员 唐纳德·佩蒂特所说的 佩蒂特说我也非常想去月球啊 但是说实话 美国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技术了 因为当时随着时代的慢慢发展 很多这个登月的技术被人们认为是没有用的 于是就被一点一点的给销毁了 那时候连电视都没普及呢 这么先进的技术 他们舍得销毁吗 对啊 你说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在月球上开车了 你说技术有多先进 都销毁了 扯吧 中国呢 目前还没有把人送上过月球 根据中国已经确定的计划 中国目前首先要完成的是探月计划 什么是探月计划呢 就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期工程呢 就是扰 第二期工程呢 就是落 第三期工程呢 就是回 2019年的1月3日 嫦娥4号探测器成功降落在了月球的背面 并传回了第一张世界上近距离在月球背面拍摄的图片 实现了人类的探测器 首次在月球背面进行软着陆 2018年11月6日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总裁 罗格金就表示 俄罗斯计划在月球上建造一座 可以供人类长期访问的基地 这个基地呢 它不适合人长期居住 但是可以访问 这就说明了什么 说明我们以后很有可能可以到月球上去旅游了 而且俄罗斯还说了 他们计划在2030年首次登陆月球 那么下一个登上月球的国家到底是谁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了今天就到这了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下期闪电歌将带来更精彩的内容 拜拜